千呼万唤使出来 咱代资禁组的华为二公主姚安娜 终于也是在《暗夜与黎明》里登场了 其实这部老戏古云集的谍战剧 已经被同样式关系户的陈哲元给霍霍的差不多了 没想到还有高手 在今年二月份播出的《猎兵》中 姚安娜就饰演了赵友南 一名女警察的形象 饱受争议 在剧中一出场就大放一彩 一番乍雷的打扮 直接落翻观众 让人眼前一黑 终生难忘 连张宋文都带不动的女人 没想到这一次 姚安娜在《暗夜与黎明》中又跟警察干上了 在剧中的角色设定竟然是上海公安局的警花岑小满 虽然出场造型不像猎兵那么炸雷 但是出场就跟打了鸡血一般的演技 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左一个关系护陈哲元 又一个带资禁组的姚安娜 这对卧龙凤楚 竟然在剧中搭档 演起了队友 说实话 就算有再多的老戏骨 实力派演员撑门面 也终究遭不住这两位生瓜蛋子的暴击啊 那么最新的《暗夜与黎明》剧情中 姚安娜的加入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让观众疑问纷纷 频频叮上热搜 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着最新的剧情 一起来看看一脸苦相的姚安娜 是如何在剧中演上海警花的吧 没演技 就别在剧中挑大量了 《暗夜与黎明》几集看下来 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体的剧情节奏放缓了下来 已经开始剧交解放后 人民公安成立初期的破案探案的故事情节中 而且还主要围绕着陆正阳聂远世 和完库少爷林少白陈哲远世俩人在演 没想到 这人民公安的边外人员林少白上班前脚刚刚迟到 正被陆主任在训斥协检讨呢 后脚新来的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校花岑小满 来报到的第一天 竟然也迟到了 二公主姚安那一出场 就又是一副雷厉风行的感觉 顶着那张苦大仇深的神情 不知道为什么 越看姚安那 感觉她的演技永远都是在刻意 用力做作背台词 应演 当陆主任问到为什么迟到后 陈小满则立马表示 因为昨晚想到要到公安局抓特务 就没睡好 就起迟海跑错了 加上姚安那那一脸无辜的背台词的样子 莫名感觉她在法尔赛 好像距离距外在似乎在告诉大家 我就是带姿禁足 我就是任性一般 虽然迟到 但是经过一番主任的寒暄之后 大家也是接受了这位新来的警校应届毕业生 由于新成立的公安局清一水的全是男同志们 所以说 这位长得不怎么好看的笑话 也自然而然成了这里的景花 真的是没得选 与现在的00后整顿职场有所不同 陈小满上任的第一天 就打了鸡血一般亢奋 对于陆主任的话 小嘴一撅 那是一顿点头哈腰 唯命是从 二公主的演绎痕迹数时有点过了哈 由于资本过于强大 还不等林少白和陈小满魔和默契呢 导演就直接给俩人安排成队友 搭伙露脸演戏了 不知道为什么 姚安娜一敬礼 我就感觉她跟小学生生国旗一般稚嫩 定斌有礼 神情肃穆 很是庄严 难道是人正非老爷子从小家教的好 由于剧情里的人设 姚安娜饰演的是一名理论知识强悍 推理逻辑高超的警校高材生 所以咱的二公主就演成了一板一眼 神速狂被导演给的台词 全程没有感情分析案件的样子 感觉姚安娜在演这一段案件分析的时候 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在背台词 从两眼倦怠 一脸苦相 没表情起伏的表现来看 真的不知道姚安娜在戏里戏外经历了什么 才演的这么苦大仇深 甚至一旁的关系护陈哲远都知道 刻意做作地摆出一番震惊的表情来附和 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在表情管理这一方面 咱的二公主真的向陈哲远看齐了 说的是反话 别当真 随后 经过一顿操作猛如虎的分析后 陆主任还真就带着林少白和陈小满得破了案了 没想到 这一个案子 竟然是一个涉及大而同不移的案件 所以在剧情中 又奉献了一个史诗级的名场面 由于案件主任好色 所以现场就被咱的锦花陈小满发现了端倪 并提问陆主任 为什么洗个澡 会特别累啊 说实话 看着二公主一脸老熟 但又演出一副处世卫深的表情时 我是真的绷不住了 我想从这里 大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姚安娜刻意演戏的痕迹 真的很明显 陈哲远在剧中的演技都快被观众给喷烂了 但是对比下来看姚安娜的演技 竟然比她还拉胯 其实看了这么多二公主在剧中的炸裂表现 归根结底 还是姚安娜的演技和颜值不过关 没有明显的表情起伏 到哪都是一脸苦相 苦大愁深的感觉 没有表情上的跃动和体现 所以就会让观众一直觉得 她就是姚安娜本人 她就是华为二公主 她就是代资禁组 永远进不去演戏的状态 不能让观众因你而共情 所以说 姚安娜不管饰演哪一部剧 都只会是姚安娜 而不是一名真正的演员 不同于人家老戏古尼大红的面摊式演技 不管怎么样 演员功底歌哪摆着呢 一出场就是戏 即使没表情变化 出场没有就台词 也足以表达这位角色的内心活动和人设了 在演艺圈中 每位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而姚安娜在《暗夜雨黎明》中的表现 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演技风格的讨论 她似乎非要应学尼大红那种高超且独特的表演方式 但是当这种表演风格应用在她的身上时 却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观感 让人不禁感到困惑 姚安娜在剧中的表现 让人有一种她厌世已久 无情无义 装深沉的感觉 以下是一些观众可能产生的观感 一 表演风格不搭 尼大红的表演风格深沉内敛 充满力量感 而姚安娜尝试模仿这种风格时 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的演艺让人感觉是在刻意模仿 而非自然流露 二 情感传达失误 尼大红的表演往往能够在不言自微重 传达出角色的深层情感 而姚安娜的表现则让人感觉 她在努力装出一种深沉 反而失去了角色的真实感 三 角色理解偏差 或许是在理解角色上有所偏差 姚安娜的表演给人一种 她在努力表现角色的复杂性 却反而让角色显得单薄和做作 这种表演方式让观众感到非常无语 甚至有人表示看不懂 以下是一些观众的犀利评价 一 姚安娜的表演让人出戏 她似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风格 而是在刻意模仿他人 二 尼大红的表演是浑然天成 而姚安娜的模仿则显得生硬 让人难以产生共鸣 三 演员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塑造角色 而不是盲目模仿他人 姚安娜的尝试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她没有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虽然批评声音不少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演员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 姚安娜敢于挑战不同的表演风格 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希望在未来的作品中 她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展现出真正的演技魅力 同时 我们也期待她能够从这次的经验中 吸取教训 不断进步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结语 《爱业与黎明》这部作品自开播以来 就被受观众关注 其中 姚安娜饰演的二公主角色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在此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二公主姚安娜的炸裂亮相出场 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 有何感想呢 首先 我们要为姚安娜的演技点赞 在剧中 二公主的形象鲜明 性格独特 姚安娜将其演绎的淋漓尽致 她的扎裂亮相出场 气场十足 让人瞬间感受到了角色的霸气与魅力 以下是一些为她平反的理由 一 演技在线 姚安娜在剧中准确地把握了角色的性格特点 将二公主的傲娇 独立 坚强完美地展现出来 二 形象深入人心 姚安娜的扮相高贵典雅 与二公主的身份相得一张 让人过目难忘 三 情感表达真挚 在剧中 姚安娜将二公主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同身受 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也许有些观众觉得姚安娜的表演仍有不足之处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犀利看法 一 表演过于夸张 有观众认为姚安娜在演绎二公主时 表演过于夸张 不够内敛 二 角色塑造单一 部分观众认为二公主的形象较为单一 缺乏层次感 三 台词功底不足 有人指出 姚安娜在台词表达方面还有待提高 有时显得不够自然 在此 我们欢迎大家各书几件 一起探讨二公主姚安娜的炸裂亮相出场 无论是为她平反 还是提出犀利看法 都是对演员和作品的关注与支持 让我们共同见证姚安娜在演艺道路上的成长与蜕变吧 评问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